故事发生在21世纪初的伦敦,一位是金钱如粪土,已当冒蝶之年的收藏家,拥有一幅价值不菲的名画《摇摆武》,由于一辈子直进不出,他过的日子越来越拮据。 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巨大开销,收藏家妻子希望举办私人竞拍会,将摇摆武的价格炒高,从而卖出一个好价格,但个性顽固的收藏家坚决不肯出卖。 欢迎收看小春电影,这次分享的是《摇摆画廊》,讲述了高尚典雅的艺术界,背后的卑鄙手段和肮脏交易。 丹尼经营着伦敦最大的画廊,是个不择手段的艺术品商贩,依靠助理贝斯的四周打听,他很快得知收藏家目前的尴尬处境,并认为摇摆武已是自己的囊中之物。 丹尼却让助理爆出1600万的天价,吓跑了一大批的业内同行,接着又立马找到画廊的大客户鲍伯夫妇, 以2800万的简陋下达成口斗协议。 一来二去,丹尼用哭手套白狼的伎俩,已经赚到了1200万美元的差价。 让他没料到的是,鲍伯夫妇表面上寄险恩爱,但两人早已冒合神离,婚姻到了岌岌可畏的地步。 鲍伯妻子接着出入画廊和展览的机会,专门结交稍微出人头地的年轻艺术家,比如穷困潦倒,却风流沉信的桥,是他一直想征服的对象。 鲍伯一直在画廊砸钱购买艺术品,是因为他和助理贝斯有染,两人的地下情维持了一年多。 而贝斯又是一个野心勃勃,表领不音的女孩,被鲍伯妻子勾引的求画家,其实才是他的正派男票。 为了满足鲍伯的怪癖,他打算去做龙胸手术,得到的回报是对方出钱给自己开画廊。 贝斯爆上大款,又自理门户,便透露出摇摆我的底价,并决定绕过老板或其他中间商,打算直接为收藏家买画。 但把以上人物串联起来的,反而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 对艺术有着独特认识和精辟见解,却孕育不得知的经纪人阿渡。 某日,贝斯所在的画廊正在举办展览,阿渡向他不遗余力地推荐自己的女童搭档,前卫叛逆的视觉艺术家玛琳娜。 一番死缠烂打之下,阿渡获得了和画廊老板丹妮见面的机会。 艺术圈奉行的是同一套游戏规则,极其讲究人脉和金钱利益。 阿渡没有展览经验,搭档的风格又过于诡异。 短短几句话,丹妮从头到脚把它比试了一遍,展开合作自然是不可能的事。 然而阿渡搭档玛琳娜的视觉艺术却引起了贝斯的极大注意。 简单来说,他用一台业余地位机,记录日常中的点点滴滴之外,还大胆拍下了自己迷烂的私生活,在依靠简单的剪辑和拼切,做成一部四部相的纪录片。 于是贝斯突发奇想,计划在自己画廊的开窗日策划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觉艺术展。 但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跳过经纪人阿渡,两人直接合作签约。 当玛琳娜把一切说出来后,阿渡当场被刺激到崩溃,自己之前帮他各种切切搭桥,如今却换来过河拆桥的结果。 无动于衷的玛琳娜甚至还拿起DV机拍下了这一幕。 过了一阵,丹尼认为时机成熟,便独自来到收藏家的家中,准备出手购买摇摆五之计,竟从对方律师口中得知,出价最高的竟然是老客户鲍博。 一期之下,他也使出一把银钊,过一把金价抬高到四千万。 但没想到收藏家依然不为所动,丹尼心里非常清楚,背后导鬼的人肯定是贝斯。 作为报复,他二话不说开除了对方,命令财务收回公司的客户名单。 与此同时,鲍博妻子和艺术家乔打得火热朝天,两人决定私奔到纽约生活。 当晚,他向丈夫鲍博提出离婚,但纠纷在于如何分割财产。 经验老道的闺蜜给出了建议,要他放弃价值不菲的别处花园,把目标定在最值钱的艺术品上面。 例如达芬奇的加斯,罗马尼亚雕塑家的遗作等等,将来肯定会有更大的生殖空间。 没想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鲍博知道妻子的离婚诉求后,立马做出一件更狠的事情。 他和华廊老板丹尼签了一份印阳合同,把价值十亿的艺术品减卖成一千万美元, 又把这批钱作为夫妻俩的共同财产。 也就是说,波波自己私下拿到了几个亿,而他的妻子却只能分到五百万美元。 结果波波妻子知道后都狂飙,打电话给艺术家乔留言诉苦时,正好被贝斯听得一清二楚。 妮儿知道来配合其他女人偷情的事情,因此贝斯和乔当场分到扬镳。 很快,丹妮又找了一个年轻女孩吉吉作为助理,对方父亲曾是她的老客户,由于涉及洗钱等吉吉罪行,导致家财散尽。 无奈之下,老客户便把女儿托付给波波照顾,可在上班的头一天,吉吉就遭到了老板的特别关照,被迫来了一次双腿抹游。 接下来,吉吉又受到了艺术家乔的性骚扰,由于之前知道她和贝斯是情侣,所以吉吉自然是断然拒绝。 然而这个一直渴望进入艺术界的女孩,却被刚刚恢复单身的波波搞到了手。 其实和贝斯一样,吉吉并不是出于你而不然,而是有着几乎一样的宏伟目标,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画廊。 老金巨华月女无数的波波一眼就看穿了她的心思,仅仅一次约会,两人便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某日,收藏家抽雪家时不小心睡着,燃烧的烟灰点燃了古旧的地毯,律师明明察觉到火灾,却放任收藏家和150一起被烧成灰烬。 直到在葬礼上,戴妮才得知一切都是阴谋诡计,原来收藏家妻子利用别人的禁价提前购买了财产险。 她也一直在等收藏家的点火自焚,至于150卖不卖都无所谓,因为她可以拿到巨额保险金,和小情人律师远走高飞。 最终,贝斯的画廊如期开张,玛琳娜的视觉艺术被封为画时代作品,各路媒体都抢着报道这位另类艺术家。 曝光明正大的曲级继为妻,和画廊老板丹尼依然谈笑风生。 万万想不到,视觉艺术的高潮竟然是对艺术充满报复玛琳娜经纪人阿杜的跳楼自杀,但在明令场上如此过分的艺术行为,却被现场有着复杂利益和肉体关系的男女轻描淡写。 这群依宽楚楚的绅士淑女,接近经过包装和炒作,她便可以成为艺术圈狂热追捧的杰作。 值得一提的是,导演还试图讽刺了艺术与死亡的关系。 电影中唯一两位对艺术坚持不懈的人,居没落得好下场。 经纪人阿杜用跳楼自杀来抗议过河拆桥,老收藏家坚持不卖名画,却不小心死在极心设计的圈套中。 而极其遭遇流产的极心胎,则被做成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通常来说,艺术界给人的感觉是出不可及,可这部电影却反其道而行。 告诉我们,和大量金钱涌入的行业一样,艺术界并没任何高尚可言。 观看电影解说,关注小城电影,我是小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啦。